前面這邊有個5000 5000這個就是我們的C疊 第二個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D疊 那你第一個就是要先做掛載 掛載Monts 那Monts這邊有個所謂的編輯 你就直接選它 然後再按那個編輯 按編輯 編輯 編輯呢特別注意就是掛載的地方 那我們這地方呢 它分割的格式 分割格式呢 就不變動 因為有沒有VFET 那也就是說VFET三線車它抓得到 再來的話呢我們掛載的方式 掛載的這個掛載點 我們自己就加一個掛載 我們類似跟那個FITOLA9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Monts MNT好了 後面的話呢掛載的名稱叫做 叫做 DATA好了 DATA 那特別注意就是如果你的這個 地鐵裡面有個DATA資料夾 就會掛載 但是如果說你的資料夾名稱不叫做DATA 叫T01好了 你就要叫 一樣的名稱 這樣子的話它才掛載的到 否則它會掛載失敗 那我們這地方的話呢 假設我在 DD有個DATA好了 好按確定就可以 那不要變動 否則它會重新格式化 按確定 第一個動作就是要掛載 第二個就是說呢 後面這邊有個FREET FREET 那 也就是說這個FREET 我們可以 要安裝FIDOLA進去 那安裝FIDOLA進去 必須 要先給它分割 那分割特別注意呢 它跟XP最大的 不同 就是說呢 虛擬記憶體 XP是自動幫你 加上去 一般 你的虛擬記憶體 大概1比1有可能1比2 比如說你的RAM有 有一G的話 它虛擬記憶體有一G 那 也有可能是虛擬記憶體兩G 那這邊的話 原則上你可以給1比1或1比2都沒關係 假設我的RAM有512 那我就直接輸入512或1024都可以 那怎麼設定這個虛擬記憶體 直接在這邊有沒有 點一下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呢 做新增的動作 新增 新增 這個滑鼠不是很好操作 直接在這邊呢 做一個新增 或者按右鍵 就可以做新增 我們直接點那個新增 OK 新增 新增之後的話呢 在這邊 我就直接點 特別注意喔 直接 選那個 Swap Swap 這邊的話呢 直接就 選擇 選擇Swap 選擇Swap S Swap 富製 K F